超低空突防 低空机动 短距离跃升攻击 这是歼机轰炸机的作战优势 如何充分发挥这一优势 凸显其在联合作战中的作用 东部战区海军航空兵谋侣 瞄准作战任务练兵 坚持面向战场面向对手 最大限度提高飞行员的作战能力 这东某机场 多架歼机轰炸机依此划出起飞 一场战术背景下 堆地突击演练拉开训练 战机组成战斗编组 在空中指挥所引导下 进行海上超低空隐蔽突防 到达岛礁后 飞行员驾机短距跃升 快速锁定目标并成功实施打击 战术背景下的突击 我们首先要掌握 关于目标的一切信息 利用海上一切可以利用的资源 来规避敌方的雷达搜索 对目标实施快速突然的打击 突出协同配合 是这个旅探索战术背景下 突击作战的有项做法 过去不少飞行员习惯于单打独斗 以至于在突击演练中屡屡受挫 飞行员宋凯凯就曾经遇到过这样的问题 虽然已经有11年的飞行经验 但在一次演练中 他由于信息掌握不够充分 在打击时机上判断失误 复盘研究飞行时进入敌防空火力圈后 战机过早地拉起 实施机动打击目标过程中 暴露时间过长 任务未能顺利地完成 我们发现由于对目标的信息掌握不够全面 导致我们的任务规划和战术选择不够合理 此后大队组织飞行员进行复盘分析 在机动动作上找突破 在飞行航线上找捷径 以此来扭转突击演练中的被动局面 我们不仅要克服战术动作上的不足 还有在海面超低空突防的时候 克服外部干扰也是不小的挑战 海上船舶较多 我们在利用水面舰艇 躲避雷达搜索的时候 又飞得不能过低 这个旅根据尖机轰炸机作战特点 在联合作战中依托预警机引导 探索强电子干扰条件下的对抗训练 把尖机轰炸机性能发挥到极限 在以往我们飞行员主要依靠指挥所指令 引导完成对目标的识别与攻击 在新大纲之后 我们飞行员更多依据一体化指挥平台 空中预警机所提供的态势信息 自主完成对目标的搜索识别与打击 前不久在东海海域 这个旅展开了一场协同打击演练 多个突击兵力在空中预警平台的指挥引导下 成功规避敌防空火力干扰 展开对海上目标精准打击 为后续兵力的进入提供机会 我们在训练中坚持面向战场 面向对手围绕联合精准练化 把每名飞行员 按照参演实战合格率高低的情况 制作成普兰 让大家对自己的战斗力 有一个清醒的认识 进一步独处大家提送本领 国防科技大学前沿交叉学科学院教授 成香爱 紧盯打赢需求 参与多项国家重点工程项目研究 科研成果广泛应用于军队装备建设 同时作为一名军校教员 他30年如一日坚守三尺讲台 为军队输送了大批优秀人才 日前成香爱被表彰为 全国三八红旗手标兵 记者见到成香爱时 他正在利用无人机光电吊舱 带领学员们观察分析 红外和可见光成像的差异 通过现场答疑解惑 强化学员对装备的认识 成老师对于教学的态度 是非常认真的 教了十几年的应用光学了 他每堂课的PPT都要重新准备 一方面知识需要更新 另外一方面 每一届的学生不一样 他会根据学生的学习情况更新 每次开课 成香爱都注重将学科前沿动态 最新科研成果等融入教学中 不断更新优化教学内容 为了让课堂更加贴近实战 他把军事应用案例搬进课堂 根据科研任务设计综合演练项目 把学员带到部队进行连教连训 激发学员的自主创新能力 很多的实力军事应用案例 都是来自于我的科研任务 所以我在给学生培养的时候 他们更加了解部队 更加了解未来的岗位 可能是什么样子 江天是成香爱2009年 担任博士生导师后 指导的第一个学生 当时让江天没想到的是 他参与的第一个项目 就是紧贴军事需求的一项前沿课题 年轻人给他压担子 就是给他更好的锻炼机会 而且他也一股精神不服输 你压得比较稍微大一点 但是失恋了 他会弹得更高 飞得更高 走得更远 在成香爱指导下 江天不仅出色完成了这一课题 还成长为课题负责人 带领团队进行关键技术研究 三十年如一日 清心教书育人 始至国防科研 如今很多成香爱培养的学员 像江天一样 在国防科研一线担当重任 21年春节前 就送一副对联给学生 上年是学贯登西财力界 意思是要博学 下年是行程南北 德至红 意思是要厚德 横批是德才兼修 培养具有军队情 中国心 世界演的德才兼备的人才 在火箭军某导弹旅 有一支由清一色女兵 组成的导弹测试分队 他们驻守在南国密林深处 常年与大国常见为伴 担负着我军新型 常规导弹的测试人物 被称为导弹的体检师 组建九年以来 这支女子测试分队 潜心备战 距离向战 在强军征程上 书写着自己的别样方法 三 二 一 点火 这是火箭军某导弹旅 进行了一次实弹发射任务 随着点火口令的下达 导弹一飞冲天 精准命中目标 导弹成功发射的背后 离不开发射号手的精准操作 同样离不开测试号手 严格细致的测试 我们测试单元负责把关检测 导弹武器的性能指标 就像是给导弹做一个全面体检 测试过程中的任何一点误差 都可能影响最终的实弹发射效果 这群平均年龄不足23岁的测试女兵 是火箭军首支常规导弹部队 女子测试分队 为了弄通复杂难懂的导弹知识 她们白天练操作 晚上备归程 锤炼专业本领 训练场上这群女兵 不断向更高标准发起挑战 在一个个显难刻目中 磨砺军人的血性胆气 我们的女子测试单元 从不怕苦怕难 她们用作战的标准 严格要求自己 与男兵共同开展军事训练 一起完成战备任务 组建九年来 这支女子测试分队 原满完成重大演训任务十多次 测试导弹两百多发 先后容力集体二等攻一次 集体三等攻三次 被评为全国撒红旗集体 全国金国文明港 导弹部队作战 它不仅需要与敌拼杀的血性胆气 同时也需要文准盐气实的过硬作风 而女兵群体呢 她有着更加耐心 更加细致的宝贵品质 在未来战争中 她们必将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 发挥重要作用